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这种群情激愤 他们包围派出所说 一定要打到他 治安再度亮起了红灯吗 同在今天还带你来关心 是华游的一个记者之死 竟然引发了渲染大波 而且整个风波如滚雪球般 越滚越大 不只牵动到油价 也牵动到股市 美股在昨天大跌了超过300点 台股在今天也受到拖累 在今天还带你来关心 整个国际情势 似乎现在左边失火 右边也失火 这边中美贸易大战 这边沙国和美国 也出现非常紧绷的关系 我们刚才介绍在今天 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疯狂机师张姆士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财经专家 来前任献哥 大家好 大家好 而且前世行大正义队队长 唐国强 大家好 大家好 技时专家 尤生勋 君姐好 大家好 而且自认媒体聂长玉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一开始 消费多待机 带你来关心的是 这一起让整个社区邻居 测验难眠的命案 带着安全帽 梁从明 做完笔录 走出警局一句话都没说 狠心杀害母亲的他 还将妈妈头颅砍下 人神共愤 行凶砍杀母亲 梁从明之后 却龟缩 躲门后 警方拿着警棍盾牌上门 他还一度反抗挡门 最后被优势警力制服 梁从明情绪相当激动 被五花大绑固定在单架上 搬出住处 强制送医 七点多就开始 八点钟出了四八 七点半以后 我还在想说要不要去报纸 没想到这么严重 十八号晚间七点多 梁从明独隐发作 和妈妈要钱不成痛下杀鸡 拿着菜刀追砍妈妈 朝他紧动脉砍了一刀 妈妈倒地之后 他没停手 继续上前连砍了数十刀 最后手刃妈妈头颅 走到阳台往一楼一丢 头颅直接以脸朝地 坠落在社区中庭 面目全非 社区传出沙母惨案 邻居人心惶惶 检警一早赶到案发现场 照尋蛛丝马鸡 而在社区中庭 全是凶险从住处丢下的家具 小只鞋子大至家电沙发 都在行凶现场 警方也分别起户了 四把菜刀 西瓜刀 还有开身刀 检警一并带回比对 当然会扑那色头颅丢下来 我们就跟他同仲 我们是不同仲 听到问题的心理 也感觉怪怪的 梁从明一早在警局 征讯过程相当冷静 为何杀害母亲始终没有交代 警方最后将梁从明 已杀害直系亲属罪 移送法办 307问林豪宇 马一文 蔡俊祺 豪宇从头到 今天稍早已经找到了 第四把凶刀 我们现在为您连线 高大臣法医 法医你好 法医你好 大家好 看到这个新闻心情很壞 这个小孩那个厉害 有点离谱 很离谱又最厉害 没有 其实大家都认为 他失去了理智 因为他把妈妈砍了一百多刀 应该是失去理智 没有错 但是 这个不是只有失去理智而已 最主要可能有吸毒 或者是有喝酒 就已经 就已经喝到 不省人事这种情况下 然后又跟妈妈 长久的屈恨以来 就整个把他砍了 砍了又怕人家知道 然后就把这个头 把它切下来 想说 这个头看不见 就人家不知道这个是谁 而且他砍了以后 把这个头又丢到外面去 他本来又把这个头包起来 好好去丢在某个地方 或者把它埋起来 他好把他丢在 给人家看到的地方 所以你说这个人头脑也没有坏掉 他说他坏掉 他又没有坏掉 他既然 不只 拿一只刀子 他既然把刀子砍得歪了 砍得歪了 为什么会歪 因为那个日本的杀心皮 它很薄 比较容易歪 尤其吃到骨头 它就会弯了 他也知道这个刀子砍不下去了 他要去拿了第二把刀 第三把刀 甚至好像有找到第四把刀 就表示这个人 他要治他妈妈以死地 这种激怨已久的心理 在这个时间 就表现出来 因为他把他妈妈的头颅砍下来之后 竟然丢到了中坪 法医 你不要读过这种小小 还做夭壮的这种案子吗 我是有碰过 但是这个家是真的比较离谱 我以前碰到也是很离谱 他也是跟他妈妈住在一起 然后天天就在那种大老 好像一个卫豹的地雷一样 到处跟他吵架 他妈妈到处跟他抱歉 结果后来他这个儿子就说 我妈妈都买两个便当 今天怎么买一个便当 然后到晚上他要出去买便当 又买一个便当回来 这个人家说奇怪 你妈不是在家里 你怎么吃一个便当而已 就赶快报警 想出事情了 就报警 报警警察就发现说 真的搞不好有问题 因为都没有他妈妈的声音 就冲进要去抓他 结果他既然把门都关起来 把瓦斯打开来 所以要引爆瓦斯 那个警察大家都吓了一声 哇 这是怎么处理 因为有瓦斯味道嘛 邻居也怕死人 大家都不敢硬床 最后没有办法就找他姐姐来 帮忙说给他欠收 讲了好久 才进 他让人家进去 进去以后 一打开来 整个都是瓦斯味道 大家怕死 刚刚门都打开了 才抓到他 抓到他以后注意看 他妈已经死在意识 那个手已经切了一半 就是说他已经要分尸他 就趴一只手已经切下来了 我才发现说 原来他把妈杀了 那个也是杀了三十几刀 最后他就是也是怕 想要分尸来解决 可是时间不够 后来就被我们发现了 所以桃源忠令这个案子 今天好人看得很惊喜 回到这个案子 我们看到民众 把派出所都包围起来 说一定要跟他伤 说实在 别说民众想要跟他伤 如果是我经过也很想要跟他伤 有啦 我们以前在家里 也碰到一件这样的 就是网路认识 然后把他引流来家里 然后强奸把他杀了 而且人家报警的时候 抓到他的时候 那个女孩才死在他家里 他还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我就跟他说 这是你怠的 不是说对 我都没小心 跟他一拨打死去 他是搞了 我先冠我 不给他供干了 结果我们解剖 他有强奸他了 因为他的身上都有外伤嘛 他阴到有裂伤 所以是强奸 没错啊 我就跟他讲 他就无所谓的样子 说没有啊 我就怎样 我看起来就把他扒了 但是 我想也不可这样做啦 结果没想到 刚好在Puzzle做完 彼录以后一出门 就有十几个人就冲进来 不知道路人甲还是家属 死者的家属 就打了他一顿 他结果警察去挡 挡不住以后 又跑到现场去做模拟之后 这些人就跟到现场模拟来 又把他打了一顿 后来出来说 我看了像你笑出来 他整个本来就有点胖 结果被打得都熊猫眼 再加上猪头皮 结果被打到美国 大家看见 所以有时候民众这种愤怒 有时候我们 那个警察人员也没有办法去 去照顾这个人 因为他真的是 大家都冲过去嘛 到最后不知道谁打的 大家都不知道一风而散 一下打然后一下就散了 所以有这种 这种让人家讨厌的人真的 我不敢说打一顿也好 只是说 看了有时候觉得很好笑 好 谢谢高大宠法医 今天看了这个案 很客气 不过我们回到这个案子 让我们最担心的其实是 这种其实在地方上的 治安人口 都说警察都知道 这有钱科 又贼毒品 对 但是却束手无策 甚至 我认为它就是一个治安漏洞 我们应该这样回头来讲 因为本案发生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它是属于治安顾虑人口 也就是表示它是前科 那治安人口 我们没有办法 三不五十去访查一下 或者是 过去是有这个肥子 有 过去在 那如果稍微乱记的时候 要过虎靠渣渣的时候 我们记得 警方是要虎靠分成一种户 二种户 三种户 你跟他听一二三 你就听了 一种户就是有反过 重大案件的人 这种人口 我们要一户的 要查封一次 这两次 你们的查封是真的去他们家查封吗 要不要去他们家查封 那二种户的时候 就变成两户的七道 三种户是三户的七道 一般老百姓 像这种呢 像这种切到前科 夾毒品 这种就是要列为一种户 教律说 以前是要一户的 查一户至两户 但是呢 我们现在还有这些查 但是因为标签理论后 户口查查这些 全都删除掉 所以 名义高涨了 你们为什么要贴个标签 这一个户口说 我给你本作一二三种户 所以 现在警方没办法 只好户口查查 该做什么 加做加户仿查 加户仿查做法是该做什么 户口查查跟加户仿查不一樣 不一樣 加户仿查是你的官屋里面 给你设 这个二到四个巡逻箱 你在你查查的时间 你要在巡逻这个 要巡选这个巡逻箱 然后 在你的辖区 你的学区里面 找李林长 还是意见领袖 来来的访问 我们学区里面有什么 拖拖仪务 彼此交换情报 那 但是还有保留一块就是所谓 现在大家在谈的 叫做治安孤立人口 那治安孤立人口要怎么查呢 那过去的话 像这样的话 台狼磅会强盗抢夺的 性侵的 这些重大罕见的 他是没有到台狼磅会 但是他有切到前科 他有吸毒 有 切斗也有 都有力管理在那里面 但是 现在他就开始做家户仿查 你要叫官屋要怎么去查 名义高涨 而是集合式助材 我跟他这样问就好 我们在座的阿关包括理財 理財 理財 你知道你的官屋叫什么名字 或是你不要去杜柜 你官屋去他们的家 才有败 这准 可能没有 我们是善良老百姓吗 对 那是什么 因为什么 警察你现在没有那么多 治癒要处理事情 如果没有 我来说集合式助材 都禁止警察 驚在念 他们本来的威力 他们家的 我们不管他有没有知觉失调 照理说 他是吸毒人口 他的吸毒人口照理说 官屋是要去查房的 但是呢 我问你 可能到大楼的时候 门口下去 刚刚刚 刚刚收拾我下去喝 你没有收手票 我也不让你进去 好 到底是对治安好 还是对治安不好 我再讲一个例子 一个成功的例子 为什么说治安人口要 稍微要去做约制的部分 来 在我们这国内的时候 在为了进化 选前治安 警政室实施一波扫黑行动 扫黑 好 来 鸡人 鸡人 警察局的时候 有捏了一个鸡人 廟口一个角头 这个角头老是勒索商家 在那边两年中 被抵护制品专家 抵护三次 那这种就是治安人口啊 治安人口 那很火吃的 按理讲 我们要去查访 治安固理人口的作用是什么 是要约制 约制他 不要再去犯法 不要再去犯罪 可是你看 为了绩效 既然警方便宜 知道这个角头 在那里 危害相离 他也没有去约制 就 人家提捕他 所以我就说 这案子为了治安 警方便宜 对治安固理人口 在那左手实施下 我知道你有犯罪 所以我们的列管 其实 徒有形式 没有实质效益 那我们话要说回来 那为什么警方 你不好好去做 来 第一个 你们知道 这治安固理人口 这要犯 招待案件 假释出意料 列管三个人的中间 警察照理说 要去查访 要去约制 以前做 可以去找他们老大 还是找他们的家人 大家共同来约制 你这个 更生人 但是现在没法 现在警察还有一个 什么 与特定 对象交往接触 规定 我想要说 我知道你这个 帮派的分子 出来 你知道吗 你是小子的 我去找你老大 来约制你 是不是刚才有 你这个小孩刚出来了 有啊 以前的做法是 我找你老大 来约制就好了 是不是 这照理说 是不是很有效果 但是现在 你帮他老大 不是就是要帮他老大做事吗 没有 但是老大 怕说 什么 連我的小孩 你就知道 你看看 管理材是有的 所以 是不是老大 会有警惕 自己自身会警惕 警方 诶 刚好在约制他们 这样的做法是不错啊 但是现在又规定一个 诶 我问你 我做官司的 我做行事官司的 我为了要去找人老大 我来又赦报告 没有赦报告 所以我还叫他丁头查到 我是他特定 貴江交往 我还不出恩呢 好 来 我们再说回来 刚才是不是说 我们健康 为了结合 是不是做了很好的 这个 治安固理人口的管控 但是 是为了结合而已 那是做表面 对 来 我们再讲 陳靖兴那个案件 你知道吗 陳靖兴 他是从以前有强盗 他还没有做变境前有强盗 强盗案件 所以他也是以前 被列管的军任口 对 被列管 从他当兵 后来他入伍 退伍之后 他又 以前还落网 官分过 所以他又有列管 但是你看 官府 不去约制 陳靖兴 有 可能大家观众 不了解 官府要去找 陳靖兴 你最近都在做什么 我最近就跟人家 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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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安顧慮人口 強到強到台人 扮回家的 我找到你的心 但是 我知道找不到人 我沒有強制力啊 我沒有辦法強制力 要你的家族 去把這個人找出來啊 即使找到了 我又能怎麼樣 事實上 對查王 自安顧慮人口 也是有獎勵的辦法 但是現在 年輕一輩的圓警 搞不好我不知道 他們寧願不要去碰這個麻煩啊 他們不會 說性屬屬性嘛 我去查這個要說什麼 對嗎 我倒不如來去 幾顆一些糗糙而已 幾顆一些統治館也比較有症狀 不過說實在 這是能夠根本 預防剩餘治療的一種方法 對 好 那我們再講回來 一個案例 既然有這個縱火犯 當然這個是 陳信的 一位陳信的知覺失調 縱火犯就一定是獵館人口 一定是獵館 但是他也是知覺失調 他在民國91年94年 甚至到98年 在台北市連續換下 35件重頭案件 35件啊 35件 但是他的家屬 難道沒有出來去想要那個嗎 在最後一次的時候 他的家屬認為 他本來也是在療養院 在休養當中 在治療當中 但是他的家屬認為他 治療得差不多了 把他接出院來 哪知道 我們這個陳信嫌患啊 我們當地派出院 知不知道這個人已經出院了 也曉得啊 知道了 知道了 但是 他平常就是遊手好賢 騎一台鐵馬 青菜爛爛爛爛 但是他有個習性就是 只要讓他拿到打火機 他就有一個慾望 他會去點火 所以說在 不管是空屋 或者是公寮 或者他適當的場所 他就想要放火 所以連續放35件了 但是像這種人 警方沒有在吵架 有啊 家屬沒有在注意 有啊 結果 是不是事情 漢市往往就會繼續再發生 好 所以治安列管人口 已經成為我們社會治安不定時炸彈 也成為我們社會治安當中的黑洞 特別是在今天我們看到一個新聞 更加歡樂 今天的新聞是 餐級要犯 而且是十大餐級要犯林峰德 他身邊的大將 那是在江湖化罪的兼黨 他的外號叫什麼呢 叫做鯊魚 竟然在保外就醫期間 保外就醫的意思是說 他的服刑還沒有期滿 竟然在保外就醫期間呢 還可以在外面做改造手槍 做黑槍工廠來牟利 他有沒有列管 這樣的人有沒有列管 沒有 因為他是屬於交保後 在就醫的人口 所以並不屬於治安列管人口 可是這樣的人沒有列管 所以喔 這種就是要我們優管黨員 要再來好好來研究 是不是要後面 這種的重大安全的行為 都要列管 那他本事 治安的大漏洞耶 一個空床級 沒有錯 他就是躲在醫院裡面 可是他怎麼躲在醫院 還能夠做黑槍呢 他是保外就醫嘛 那通常這種喔 有犯罪行為的人喔 他有他的慣犯 他的慣性動作 他可能為了要籌籌資金 對 他的便宜是要怎麼做黑槍 所以喔 這有可能喔 他是假便宜 或是說便宜一定好 或是說 根本他就沒有在便宜 沒有可能的 直接沒有可能 還要恐怖啊 因為 在今天警方起出了 很多子彈耶 對 他今天最誇張的是 抓到了六七百發的布槍彈 那絕對不是在醫院啦 一定是讓他滾滾滾啦 對 因為我們從新聞裡面看到這個布槍彈裡面 他特別講說 他還包含說打印記的地方 我們跟各位說明 打印記就是 在子彈的底部 因為這個是假子彈 所以這個沒有打 中間這個圓圓一圈呢 是敵火 就是我們子彈撞針打的地方 這個地方是會打掉的 然後在子彈旁邊這一圈呢 通常會打一些數字 包含你的製造的年份啊 出廠的工廠啦 口徑啊 或者是一些特殊批號 像我們國家警察用的子彈 那個子彈殼一看就知道是 哪一年的什麼地方 所以他其實是還有打批號 對 但是可怕的在那裡 他不只打批號 他還有重裝的器具 這個就是問題的 因為 絕對不是在醫院 不是 他已經把子彈 從那種手工一顆一顆裝的地方 變成那種家庭手工廠 一次可以抓 所以已經開模了 對 你要知道 我們今天帶這樣子一堆 外教育的重刑犯 還可以做開模工廠 還可以去做黑槍做子彈 我們建材是有在搞還是沒在搞 我就說了 這不屬於自然努力人口裡面的力管 所以就是 預證跟警政的沒有結合 那有這種事 可是今天要抓到另外一件要顧慮到的事情 他今天抓了除了三支改造手槍之外 他抓到了六七百發子彈 我們今天帶這樣一把 這一把大概多少 差不多五十顆 還不到五十顆 所以我們今天抓到子彈是這個的十二倍 那很多耶 那問題就來了 平常大家都用手槍 這個是步槍彈耶 你一口氣抓個一兩千發步槍彈 你要知道 一個阿兵哥正常上場 他是那樣子彈三百發 你現在帶了三個阿兵哥的分量的子彈 而且是這樣全配備 你是要不要想 所以看來這個人等於是一個小型軍火庫 對 因為他曾經 他當年在犯案揚明的時候 他就是曾經拿著這個M160 制式步槍 一個人打三個 所以聽說他就是當年2009年 帶槍去彈彈周典論的那一個嫌犯 而且可怕的是他是拿這一支 你要知道在2009年的時候 這一支在黑道裡面是很難得很難得出現 因為他是軍用步槍 而且他有這麼大機 所以2009年的周典論槍擊案 他是用M16 是的 2009年那等於是將近十年前 對 將近十年前M16是火力強大的 對 因為那時候大家了不起改裝手槍 手槍嘛 大家都是帶一支阿拉就好了 你這支帶一支大支的 又全自動的 而且你要知道 這個子彈雖然彈頭這麼小 可是你如果這樣子 我們這樣子戰的話 他打穿我再打穿你是沒問題的 他一顆子彈可以幹掉很多人 他可以 他貫穿力非常的強 所以你如果在車子裡面 他可以隔著車把你打過去 M16在十年前是火力非常強大的軍火 到現在也是 十年後現在也是嗎 到現在也是 這個跟我們國家的標準的步槍 口徑都一樣 現在在於說他可以全自動 然後他又精密度又高 他可以打個圓 一般手槍50公尺了不起 他可以打300公尺 所以你這個東西如果真的大 就會這樣 所以我剛剛講說 這個案子可怕在於說 為什麼他改造手槍 卻有一大堆的改造子彈 而且他這個改造子彈 他還說裝紙盒 裝那個東西 換句話說他是要把這個改造的子彈 當真的子彈在賣 那這個就賺很大了 改造子彈當真的 所以他要把它假裝是制式的 他就是拿山寨貨當真貨再賣 因為他其實也打了批號對不對 對 然後還有紙盒 做得很像 還有紙盒 真的子彈是二十發一盒 幾十發一盒這樣紙盒紙盒裝的 所以你這樣交過去就說 這進口的 這完裝的 這不是蓋的 那個價錢是差十倍的 所以他在做A貨就對了 對 山寨A貨 那所以這三年前可以拿M16 就表示他是一個危險人物 很危險 那我們再來看 他這一次好像敲到 除了子彈數量非常龐大之外 還有P99是不是 P99 對 因為這把槍其實蠻久的 這把槍 大概二十年前 台灣就已經有 所以現場你戴的這把 這個就是P99 P99 對 這把槍有很多特質 那我就厲害 大家看到這把槍 你有沒有發現這一塊特別黑 跟這個地方不一樣 這把槍原槍附的時候 這個叫做貼篩片 這個地方 手掌後面這個地方 它是可以讓你改裝的 因為每個人的手的大小不一樣 所以他可以改裝 改裝這個弧度嗎 對 改裝這個弧度 它有平的 有凹的 有很凹的 有很凸的 所以這樣改裝完之後是怎麼樣 就是說 那你跟他聽說他在客製化嗎還是 對 他不用客製化 你買進來就標準 就是隨便你改 買進來就附三片 買進來附三片 就附三片 就附三片 所以他可以自己組裝 對 那這樣子改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手的這個弧度 你這樣子握的時候 就可以讓你貼手 貼手的好處 貼手的好處 自動手槍在射擊的時候 其實它有一個退的力量 所以你手會有一個這樣子的撞擊力 然後它滑套在退的時候 退殼的時候 它槍枝會有這個上揚力 所以它會有兩個力量 一個是向後退的力量 一個是上揚的力量 可是你改了這個之後 因為它跟你手完全的貼 所以你手可以用人體攻擊的地方 完全吸震 所以P99在真槍射擊的時候 你的撞擊力會感覺非常小 就感覺這支槍會跳 但是不會震 所以準確率會高 而且P99有個好處 是它板機 那P99在這個時代 但是很厲害的軍火嗎 它板機很輕 我們這樣講好了 力量到什麼程度 這把槍曾經被007採用 007電影在明日帝國的時候 跟楊子雄演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到那個基地裡面去 就是拿這一把P99 那007用的一定都是最好最高級的 雖然當然這是自入性行銷的 但是這把槍 因為這樣子下去的關係 讓大家很多人非常喜歡 而且對亞洲人來講 它有一個很好的重點是 它的板機形成很短 板機形成很短 而且它板機很輕 換句話說 我正常的警察打 兩發三發的時候 我可以打四發到五發 因為它可以扣很快 這把槍據說是兩岸黑道的最愛 而且台灣出口了不少 很誇張 非常非常誇張 台灣黑道出口了不少 對 因為這把槍有個特點 這把槍沒有擊錘 所以它扣的時候 就只用利用彈簧壓縮 壓縮那個擊針的力量就可以去扣 所以它打的時候非常快 那因為台灣實在改太多 改太多到什麼程度 多到我們自己把山寨A貨出品牌 什麼叫山寨A貨出品牌 本來我們都只是拿這一支的模型槍 或者是火藥槍 來打通槍管 做一些什麼東西 當改造槍來做 結果改造到後來之後 因為發現說數量太大 而且被警察抓太多了 一年抓800支槍裡面 有600支是這個槍 80%都是這個 玩具槍工廠根本來不及生產 所以乾脆改造槍工廠自己生產 那它自己生產出來 為了區隔說 我的改造是有口碑的 有品牌的 它自己在這邊打 它的品牌行道上去 對 它打了一個 威廉史密斯的特殊品牌 然後這個地方 品牌也就算了 還測試過來 然後竟然還出口賣給大陸去 然後大陸去 有一個搶劫金店的 搶金店被抓到之後發現一支槍 可是大陸的公安 是沒贏台灣的 大陸公安就發現這把槍很怪 因為又像P99 花車的P99 又有Glock的風格 可是上面的型號跟口徑 又跟打印記都不對 後來不知道怎麼轉 發現說 來源是從台灣走私進去的 才發現說 竟然有台灣製造的槍 有品牌 而且改得那麼好 可以當真槍來用 我們來看這個新聞畫面 這個新聞畫面就是當初的 大陸的金店搶案 結果竟然赫然發現 槍匪用的就是 從台灣走私進口的黑槍 就表示台灣的黑槍 不只是在台灣氾濫 甚至已經氾濫到 可以出口轉外匯了 好 除此之外 據說現在改造槍支 已經不再是 黑道獨有的高門 就起的行李 現在連什麼齒摩斯也會做 什麼洗車場也在做 齒摩斯是一個很高精密度的行業 你看看我們牙齒那個舊齒 那個表面有很多面 對不對 它要磕很多面 可是又要難咬 所以它要在很硬的金屬上面做加工 那槍支它本身有很多的构面 有很多東西 其實也是在做金屬加工 然後加上你那些車場 簡單來講 齒摩斯一定是一個手很巧的人 會做雕刻 會做那些很細的 槍支零件有很多很精細的地方 它也統統可以去做 所以它就可以去改 那其實這個東西應該賺什麼東西 什麼洗車場也可以做 洗車場的機器也不好維修 沒有 洗車場那個是掩護 它只是把那個機器 那是掩護 對 它其實不是在現在 改槍架的話簡單 說實話以現在的話 高中高職金屬加工 有一些概念的話 要去收集一下資料 花一點心思 網路上可以找到很多的槍支零件 所以我們真的非常擔心 台灣現在出口的很多了 詐騙 毒品 黑槍都在做出口生意 更擔心的是像這種重刑犯 保外就醫 我們竟然還可以讓它在外面趴趴走 在外面做黑槍 做子彈 開模做工廠 我們是有政府嗎 我們是警察都在睡嗎 好 緊接著 生活不可不知責 帶你來關心的是樂陶之亂 到底怎麼回事啊 航空公司沒有辦法 降落在小港機場 最沒有你也把我們的人 載去桃園機場 竟然原機者返回日本 真的只是為了省錢嗎 高舉右手不斷鼓噪 明明家門就在眼前 樂陶航空卻堅持不放人 16號MM035班機 在桃園機場停留到下午4點多 另一個MM933班機 同樣也空等兩三個小時 直接返航飛回日本 影響超過300位旅客 我們跟他抗議啊 我們舉手投票啊什麼的 其實他反而就不吃我們這一套 強迫折返 後續行程全被打亂 旅客怒氣難消 樂陶發出聲明回應 當時兩個航班 轉將桃園國際機場 再返回原出發地 會補償每個人新台幣4000元 和點數1400點 相當於新台幣1400元 你說一個人賠4000塊 我們家兩大兩小 16000吧 對我來講只是啊 沒有賠那麼多 以謝先生為例 多留在日本 得花住宿 交通飲食費 將近兩萬元 專家分析 通常轉降後 可以選擇 遊覽車運輸 一台一萬五 較十台載客 花費15萬元 樂陶選擇補償現金 一人4000 共計128萬多 再加上點數費用 還要多付將近45萬元 相較之下貴得多 但遊覽車方案 還得計算 機上人力成本 和油料耗損 該賠多少就賠多少 住宿啊 旅費 交通啊 火車什麼的啊 太少 很夠啊 你要上班 然後你又被人家扣了薪水 全裙什麼都沒有 然後小孩只要上課什麼 是進入什麼都落後 這樣是不可以的 一般民眾光聽 就不能接受 更何況是當時機上 來回折騰的300多名旅客 樂陶返航不但賠了時間 金錢也損了信譽 未必划算 算力新聞馬上好 增加軒 看不到 我們是小孩嗎 真的很氣耶 賠我們4000塊就算了嗎 另外1400塊是點數 誰還要坐他的航空公司的飛機啊 他這個賠償4000塊 那是這兩天新聞鬧大的 而且還是我們很生氣 他才做到賠我們的 對 這是事件鬧大的之後 才賠4000塊 可是他最早新聞稿發出來的時候 是說 好 他就兩個方案 第一個就是 那你這個機票就留著嘛 那你以後要搭 同樣的航班呢 那你再來搭 對 那我現在想不通的是 航空公司在小港不能降落 為什麼不直接回到桃園降落 飛回日本 這樣怎麼才會合 理論上這個是不太說得過去 因為當天事實上 高雄國安廠將近六個小時嘛 五個半小時 有七個航班 兩個航班轉將到桃園 其他航班 兩個航班轉將到台南 其他所有航班都轉將到桃園嘛 其他航班都轉將到桃園嘛 那其他航班到轉將之後呢 那民航局就開放說好 那不是目的地機場 我就讓你 就當你們轉將到桃園的 我就讓你在桃園就出關了嘛 那台南的 我就讓台南讓你們出關了嘛 那他們說是因為 樂陶航空必須準備一些 什麼接駁車的費用啊 對 可是你要想 然後他們包括 如果在桃園降落 空服人員啊 機組人員可能要加班 為了省一些錢是這樣嗎 對 但是你要想啦 他今天不是只有他這兩架飛機嘛 我就想了 當天還有其他七架航空公司的 七架飛機都落在不同的機場嘛 都放人家 就一樣放人家走 也不是放人家走 當然我們後續的處理狀況啦 至少要在我們台灣降落吧 對 他是在台灣降落 他到桃園降落 沒錯 桃園降落 加完了油 然後就飛回去了嘛 那我能夠想到的 我能想像到的 就飛回去了 然後人也跟我們載回去了 他載回去了 所以我要 真的有點莫名其妙耶 對 我說真的想 能夠理解的狀況就是說 完全不能理解 他公司就有 因為廉價航空 廉價航空他就是會省錢嘛 所以呢你要把 所以這樣會比較省喔 他可能他策略錯誤啦 如果沒有後續的這個4千塊 沒有後續的這4千塊賠償 他其實是比較省喔 沒有這4千塊他會比較省 因為你要想 他總共影響300多個乘客嘛 你要把這300多個乘客 全部從桃園再搞去高雄耶 那我要支付你的 那你把這300多個乘客 然後再帶回日本 不用再把這300多乘客 從日本搞回高雄嘛 對 你要想就是說 我今天這半 我今天客人 不管有沒有把你弄下飛機嘛 我這台飛機還是要飛回日本嘛 沒錯嘛 是啊 但是 那你飛回去 我的客人到日本之後 對 你得還想辦法幫我送回高雄不是嗎 對 但是你們的考量觀點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嗎 真的嗎 因為他第一個時間發出新聞稿是說 就是說那如果你還要搭這飛機嘛 那你以後你就搭我的空 你就同樣的航線嘛對不對 沖繩到高雄同樣的航線嘛 有空位你就繼續搭嘛 那對航空公司沒有損失嘛 有空位讓你搭 他覺得他沒有增加成本 沒有成本 又不是我開加班機給你嘛 對不對 那如果從桃園讓你坐車到高雄 這個交通費他們是要付的嗎 對 那不只要付交通費 他還要付伙食費嘛 不能讓你餓肚子嘛 因為這是不在預期計畫裡的行程嘛 但是我把你弄回去 我連假航空本來就不提供餐點嘛 那你飛回去我肚子餓得要吃東西 我還賺錢耶 沒錯嘛 哇 算完是這樣得到嗎 對 所以他當初是兩個嘛 一個就是我機票我讓你改期 讓你繼續搭 航空公司不損失嘛 那第二個就是 那你要退票我也可以 我讓你退票嘛 那航空公司本來就不損失這個錢嘛 因為這本來就是你花錢買我的機票嘛 但是我把我把你弄下來 搞到高雄就要花錢了嘛 所以他連假航空當然是有一點點風險 一般航空是不會這麼搞 他這個這樣子做當然是 是蠻難理解的 也有可能是因為 因為這個飛行員 機組人員他可能早上不是從沖繩出發的 他可能第一班是從大阪飛到沖繩 因為從沖繩要飛到高雄 對不對 那他在桃園落地加油 加油之後就耽誤時間嘛 那你要把乘客弄下去 可能機組的人 所以很可能會超過他的工作時間 超過工作時間的話 就要付假班費 不是超過工作時間 飛行員就不能飛了嘛 那就要待在桃園了嘛 那飛行員待在桃園 飛機就擺在桃園了嘛 那你知道 連加航空的飛機都24小時一定要運作 就好像你租一個黃金店面 你晚上不開店你就浪費錢嘛 所以這飛機回不去接不了人嘛 以後這個也有可能是這個考量 那這母系有更獨家的內幕消息啊 因為這幾天的新聞其實是講的蠻大的 因為很難得可以見到台灣的機場 關閉了一整個下午嘛 從早上11點多不到12點 關閉到下午5點多 將近6個小時嘛 那 所以現在正在調查 現在正在調查 就不方便說什麼 因為大家新聞報的這幾點都在報說 是飛機爆胎或是什麼嘛 那我以前待的航空公司 也有類似這種 有碰過機場關閉這種情況嗎 對 那也是說是飛機爆胎啦 那最後調查發現它不是飛機爆胎 其實為什麼 因為它是有 飛機在落地之前輪胎鎖死了 那阿光我們在這節目中講過好幾次嘛 輪胎鎖死 對 我們先講 我們以前不是講過 之前有飛機要進到跑道 輪胎這樣滾滾滾滾到草皮裡面 然後繼續飛 飛到金門落地 飛機員都不知道嘛 那個沒有像卡通影片呢 對 然後還有飛機員那種 輪胎爆胎那種滑滑滑滑 滑進機瓶客人下機之後才發現 輪胎爆胎嘛 不是這些都是真實經驗嗎 對 但是你要講 輪胎爆胎都沒事嘛對不對 掉一個輪胎飛都飛了 飛機員都不知道嘛對不對 代表說爆胎其實不是一件大事 那為什麼這個 會有事在跑道上還起火呢 因為我以前的航空公司這樣子 它是落地之前 輪胎 機輪就鎖死了 所以鎖死之後落地 輪胎不會轉嘛 不會轉它就這樣磨嘛 它就一直磨 把輪胎磨掉 磨到起落架就失火了 我們以前公司有發生過這個情況 所以它不一定 可能不一定是爆胎的情形 對 現在飛鞍正在調查 那什麼原因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回到聯航 聯航橫審 聯航是這樣子 聯航問我就最清楚了 因為我以前在 因為你以前就飛過聯航 我在還不只一家 連駕航空公司待過 我這樣講 我們以前連駕航空公司 是怎麼搞的是 就是說我們一般飛行員是這樣子 大航空公司 像我現在在國家航空公司 工作很輕鬆 對不對 聯航是這樣 組員 機組員 我帶著空輔員上飛機 對不對 空輔員上飛機先整理垃圾 把上班垃圾全部清淨整理 空輔員先做清潔工作 對 飛機上是沒有阿桑 沒有打掃的阿桑 一般航空公司有阿桑 當然有 在台灣的話 桃園就淘琴 在松山的話就台琴 對不對 所以聯航是沒有阿桑的 沒有 空輔員自己要坐阿桑 自己坐阿桑 自己掃啊 對啊 然後掃完之後準備要登機了 對不對 然後呢 就有兩個空輔員就先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他跑到旁邊那個 登機門口做廣播 幾號飛機 旅客準備要登機 一人分事多獎 對 他到門口去收票 去刷那個登機證 然後放客人上飛機 放完之後點人數 200個人到期收了200張登機證 對不對 他要自己去關電腦鎖門 然後關那個 boding gate的鐵門 然後上飛機關門 然後就執行飛行了嘛 然後假設飛到最後一趟 任務結束了對不對 他要去打掃垃圾嘛 輕輕輕輕輕 把飛機全部清乾淨之後 對不對 好辛苦喔 對 那我們飛巡員就下班 下班走了嘛對不對 那你知道我們以前公司是怎樣 飛巡員下班走了 空輔員呢 還要繼續到前面的那個 就是旅客Check in的櫃台 幫客人辦理Check in 然後收行李 我是怎麼知道是以前我剛開始去不懂 下飛機跟副駕駛回到公司裡面 然後作業什麼全部交完了嘛對不對 走出去看到那個櫃台 櫃台裡的小姐怎麼跟我剛剛 組員長得一模一樣嘛 不會我們公司都專門喜歡 找雙胞胎的組員嘛 怎麼都長得一模一樣 對啊 怎麼都一樣 一問之後才曉得 原來他們不只要飛機上清垃圾 不只要在波丁街收登記證 下班之後還要到那個 到櫃台幫旅客放行李 然後給發登記證 聯航是這樣子的 那機師呢 機師開飛機還要幹嘛 不會要掃廁所嗎 機師不用掃廁所 但是你知道 聯航機師要做的事情就多了 像一般大的航空 正常的航空公司 機師一上飛機坐下來就沒事了嘛 對不對 了不起就是下飛機 坐坐360度檢查飛機嘛 像很多連架航空公司 飛行員要自己加油 自己下去開油箱板 油箱蓋然後加油耶 要調整油箱的那個數據 然後自己加油 然後起飛 起飛飛行員 然後自己算那個載重平衡的平衡表 多少個人我們最後要等 譬如說150個人上飛機 280件行李 要自己拿這個筆 讓人算算 拿計算件 打打打打打打算 起飛的數據耶 連架航空公司這樣子的 對啊 我以前 我以前剛回到台灣的 連架航空公司 那時候從日本回台灣 我記得面試的時候 長官跟我講很經典的話 說我們雖然是連架航空 是 但是我們連架 是從駕駛艙後面開始算起 言下之意 就駕駛艙後面 對 機長 機長不連架 對嘛 對客人連架 對客人連架 對 但是我進去之後才發現 的確沒錯 連架是從駕駛艙門後面 開始算起 只是它們的方向搞反 這是對飛旋連架 我說真的啦 你們工作有沒有比較繁重 有沒有比較疲累 不是消費者所關心 對 沒有錯沒有錯 我比較擔心 或比較關心的是 聯航會不會比較不安全 因為你剛剛說聯航就好像黃金店面 一定要二十四點鐘做行李 這樣我就特別歡樂 因為現在的連架航空是一個趨勢 所以連架航空都在很非常龐大 快速的速度擴大之中 你看很多連架航空 像熱淘都一直在持續擴大 然後現在像越南的越捷航空 也在持續擴大 去年的機隊可能不到100架 現在100多架 連架航空一直擴大擴大 一個公司擴大就會發生什麼情況 你知道嗎 一台飛機上一定有訓練的 一定有訓練生 一定有全力 要嘛是空服員在訓練 要嘛是有座舱長在訓練 要嘛有飛行員在訓練 就是因為他一直 空是一直擴展嘛 飛機上決定有訓練 那這樣就擔心啦 沒有經驗的也去開 你要想每一個 每一個人都從沒經驗到有經驗的 飛機上只要有有經驗的人就好 但是通常在飛機上 我們有帶訓練生 有帶我們叫全力嘛 是 有帶訓練生 你都看得出來 為什麼呢 你只要看他走路喔 腰桿打得直的 然後叫站起來的 手指是 五指摳緊貼緊褲縫 這個就是訓練生 因為他都很緊張嘛 戰戰兢兢嘛 直到check out之後 直到check out之後 才會開始就比較 那就是菜鳥啦 就比較懶散嘛 所以我們 在我們的航空圈有一句話 我常跟大家講 就英文叫做 全力is like prostitute everyone can 中文就叫做訓練生 你這樣會讓我們必須後製要 逼逼逼 逼一下 就是說中文解釋叫做訓練生 就像是禁 每個人都可以搞你 所以訓練生是很慘的你知道 以前我們公司 所以人家航空因為擴充得太快 人員需求很大 所以其實他們有很多訓練生 對 但是你想 比較沒經驗的菜鳥 正常航空公司也會有訓練生 那有一次呢 是那比例的問題 對 有一次呢 就飛機上就有個訓練 有個空服員訓練生嘛 照理說訓練生應該是 就剛剛講的戰戰兢兢嘛 對不對 不然會被罵嘛 每個人都可以罵他嘛 這就是做那個 起飛前要做那個 救生衣的訓練 那個demo演示的時候 就開始 這樣很easy這樣子 就很隨便這樣子啊 氧氣面罩 怎樣怎樣 就很隨便 看起來就不像個訓練生的樣子嘛 對不對 然後呢 起飛後 做廣長就開始 就開始在觀察這個訓練生 就感覺不對 好像不對 結果他的行為就開始很奇怪了嘛 就覺得很油條是不是 對 那看到男生的客人呢 就講 那個小姐你好 看到女生就說 先生你好 就開始覺得不對 那個做廣長就去問他 就好像有點問題 又沒喝酒 因為早上都有吹酒測 後來呢 因為有影響飛安嘛 多當早呢 就跟機長通報 機長呢 我朋友呢 就把這個訓練生叫到架場了 問到底怎麼回事 原來是前天晚上 嗑大麻 嗨了 太嗨了 就現在影響到飛安嘛 機長就決定轉將 回原本機長落地 你這樣講我會很緊張耶 因為我們現在 到部分都是買聯航的計票 華盛頓郵報的一個記者 他就把他的iPhone交給他的女朋友 他一進去 就被拖進去那個領事 領事大使的一個房間裡面 聽到啊 因為那個聲音非常的淒厲 然後就聽到卡啊 那種記骨頭的聲音 七分鐘以後 他就 好 好